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21号 欢迎收看万维追击 我是Frank 两年前 菲律宾与中国就南海问题对不公堂 举世瞩目 两年后 习近平盛赞两国关系历经风雨 又见彩虹 中非关系真的是风和日丽了吗 2014年 菲律宾把中国告上了海牙国际仲裁法院 要求仲裁 2016年的7月 仲裁法庭判定 中国以历史为理由的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称 没有法律基础 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随后 中国断然拒绝了海牙法庭的仲裁 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2016年 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之后改变了策略 中国海问题上与中国的正面冲突 而是寻求与中国修好以获取经济援助 杜特尔特今年4月份曾说 我就是爱习近平 他懂我的问题 愿意帮助 所以我会说 谢谢你 中国 本周 习近平回应了这种爱慕成为了时隔13年后首位访问菲律宾的中国国家元首 据中共官方媒体的最新报道 中非双方决定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而且在双方签署的多项协议中也包括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备忘录和南中国海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合作文件 然而尽管习近平对菲律宾为期两天的访问沉浸在赞扬声中 但马尼拉也面临着难以回答的问题 杜特尔特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做法是否对菲律宾真的有帮助 话分两边 站在菲律宾的角度 杜特尔特深知在需要钱的时候 在目前这个时刻只有找中国最合适 他知道北京需要什么 北京需要南海修兵 当然中国答应以贷款或者以投资的方式向马尼拉提供240亿美元 然而至今这一笔巨款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依然在镜子中摇晃 马尼拉实际得到的很少很少 对于杜特尔特拥抱中国投资的转向 菲律宾反对派的质疑来自两个方面 一些人批评杜特尔特对中国让步太过轻易 还没有拿到足够的好处就已经放弃了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利益 另一部分人更是直言不讳的批评他上了北京的当 让菲律宾调入了债务陷阱 他们举例说 中共在斯里兰卡 马来西亚 印尼 非洲等等国家的投资 正让那些国家陷入难以自拔的局面 而就在习近平访问菲律宾的同时 菲律宾的一家民意调查机构 对1200名菲律宾人进行了调查 调查显示 菲律宾民众对于美国的信任度认为很好 而对中国的信任度较差 并在五个被调查的国家当中排名垫底 尽管目前杜特尔特在非国内依然很受欢迎 但他的支持率已经有所下降 让小女儿为习近平唱首中文歌或许不难 而让菲律宾国民真正信服习近平提出的四点主张 对杜特尔特来说依然是个挑战 这次习近平出访 中非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为何只是战略合作关系 而不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解读说 中非协议不见伙伴两次 为的就是照顾美国的感受 对于美国对菲律宾的影响力 《环球时报》的评论认为 菲律宾受美国殖民统治近50年 美国至今在菲律宾的方方面面保持着巨大影响 评论也声称 中非合作绝非是在做给美国看 北京显然没有取代华盛顿在菲律宾影响力的想法 中方知道做不到这一点 而从美国的角度看 川普政府当然明白美非关系的重要性 从川普上台后便积极改善美非关系看 美国似乎已经默许了菲律宾对华姿态的转变 观察人士指出 显而易见 马尼拉与北京在各打各的算盘 杜特尔特只是对阿基诺政府时期的 菲律宾外交政策进行纠偏 适当调整菲律宾在中美之间的平衡 并不意味着菲律宾从美国一边偏向中国一边 杜特尔特言语上的诸多侵华言论 甚至是反美言论 或许只是他利用特殊的话语技巧 达到目的的手段 中非联盟这种提法 纯属是杜特尔特制造出来的噱头 菲律宾不再就南海争端做文章 中国对菲律宾提供经济援助 中非的这种靠近本质上是交易 北京应该明白 安抚菲律宾能够换来的只是时间和空间 而不是永久的南海平静 北京最关心的是对菲律宾的安抚效果 能否奏效到底能持续多久 值得注意的是 杜特尔特点滴的言论显示 其实他一点也没有忘记国际法庭的仲裁 他只是多次表示 对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无可奈何 他的表述比较奇怪 好像在隐藏着什么 11月15号在东盟峰会期间 他说南中国海已经落入了中国之手 小摩擦恐酿成大祸 他还说 谁要打仗也没有关系 问题是菲律宾就处在这些岛屿的边上 枪声一响 我的国家第一个倒霉 也就是在杜特尔特警告说 美国正在让区域地缘政治秩序不稳定的同时 菲律宾的武装部队已经不声张地增加了明年与美国进行军事演习的次数 看来习近平所有的经济秘堂只是手段 真正解决同菲律宾的争端靠的是中美在亚太的博弈上出现根本的事变 而现在的一切只是发展中的量变 远未达到中非关系质变的程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万维追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Frank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